大家好 我要來講解 我在客棚上 釣魚的基本釣竹 這把ASA掃 專為打螺設計的 目前 有賣的地方我知道的就是雲林那間卡托釣距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那邊購買 然後撈網 撈網可以準備6到7尺 方便伸縮 然後網框我還是比較建議大一點的 35到50框 最好 因為冬天的雨 比較大 不要肥美 所以你在撈的時候你可以第一時間 迅速入網 然後浮標 浮標一定要準備一隻 葫蘆形 還有一隻 流線形 葫蘆形 在風浪的時候他可以發揮他抗浪的效果 不容易造成假訊號 流線巡 如果在 停留 或者 溫流的慢慢流速的 的時候 這隻可以發揮他的 敏度 然後魚在 吃的 雕磚的時候 他可以發揮他的效果 然後竿子的部分 有 目前是有兩把 一把是 三星二代 換海 4號竿 然後另外一把是 SIMARO的 300 H4S-HT的這一把 但是這一把 不是寫口珠 所以購買的時候 你就要自己去考慮 自己的口袋 看是我要改寫口珠 還是他原本的設計 因為改下來 價錢 也不便宜 然後 這一把 上興換海這一把 他是平價乾 全寫口珠 然後如果再加上 牛車輪 這整組 買下來 大概 5000塊 以內 有找 這是很平價的 入手乾 然後我講的 這把 SHIMARO 屬於中價位的乾脂 加上說 配金里奇卡夢的 還有一些 改寫口珠的 整把下來 都是超過5000塊以上 然後還有另外一把 高價位的 那我就不介紹 因為我也沒有 所以我也沒辦法說 他的這一把 到底效果如何 然後基本上 母艦上的配件 就是 布檔 看你 買SS號 或者SS 或者甚至你自己 買布線 專門綁布檔 專用線 我是比較建議 自己綁 因為 你綁下來的 那個線 陷阱會比較小 容易在 那個導航上出入 不然會卡卡的 然後布檔下來 就是 我是準備 我是用絆斗 絆斗有兩種 你可以買 這種絆斗 日式的 或者 這種絆斗 其實什麼 盤牌 我是都可以 我就覺得 好用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 浮標座 浮標座我目前是用 調研的 G6 浮標座 價錢還可以 然後浮標座下來 就是 擋珠 擋珠 你可以買 這種擋珠 或者另外一種標評價 一包二十幾塊吧 很多顏色擋珠 這個也可以 但是記得 你的擋珠的 孔徑要選擇 比較小一點的 不然 怕說他會穿過那些 布檔 或者擋豆 然後擋珠來 再來就是 擋豆 擋豆我會買 小小號 或者小小小號 或者SS 或者SS 那種號數的 因為 比較不容易 鬆動 然後我通常我都是會直接 穿四顆啦 就像這樣 穿四顆 兩顆 兩顆固定 半 半豆 然後 兩顆固定 浮標座 這樣就不容易 脫落 然後下面 下面就是那個 快速水中籤 快速水中籤 就是這種的 我是用這種的 還有另外一種 那就看你們 搭配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 很小的那種 八字環 我是這樣配 我的調度是這樣配 你們看一下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 是這樣搭配的 這種也是可以 我是覺得 你們自己調的習慣就好 然後線的部分 我目前都是用巨物啦 1.75號 我覺得 平價 低 平價不錯 然後 價錢又清明啦 然後這一把 這一個 線1.75號 黑系的 他 價位就比較高階的 所以你們購買的時候 你們 就自己 以口袋為主啦 喔 然後勾子的部分 勾子的部分 我是准這種 類似長得很像那個 小技勾啦 但是他不是小技勾 但是他包裝也是被我丟掉 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品牌 大概長這樣 跟勾餅跟勾間 快要成平行 我覺得這種設計 勾螺 很容易打到魚啦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管腹勾 Gamma的 這個是Gamma的管腹勾 3號勾 然後這個是我在斷線的時候 我可以迅速 趕快綁起來 趕快做掉 不想錯過魚 咬籤的部分 我會 我都是準備 7號咬籤 跟 8號咬籤 我用的比較小顆啦 因為 在落水的時候 那個 螺子 或者 南極蝦 或者獵鵝 它會呈現比較自然 我覺得這樣比較容易騙到 比較 大隻的魚啊 訊號也會增加的蠻多的 然後再來就要準備一個 35公升的 SR SR桶 因為裝螺嘛 或者裝一些 小零件 很方便 然後以上就是這些介紹 如果還有什麼疑問喔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影片就到這裡喔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